罪漢偷小黃 撞翻天 再偷貨車遭逮捕 高雄市32歲男子洪玉雄 在警局內喊兇漏主 還不安分地動來動去 甚至大聲咆哮 他前晚喝醉酒 可鬧翻了高雄市的街頭 他先搭上 43歲唐姓韻將的計程車 一上車就說忘記帶錢 向韻將借手機打給朋友借錢 到目的地後 他竟拿著手機下車 韻將急著追逃手機 他卻謊稱手機掉了 還趁韻將忙著找手機時 偷偷開走計程車 一路亂衝亂撞 最後撞上休旅車後翻車 以為鬧劇結束了嗎 當然沒有 他爬出車子 竟又跑到附近民宅偷小貨車 車主發現從租自職 反倒被他拉進車內毆打一頓 警方貨報趕到 將酒氣熏天的罪漢當場逮捕 他還一副滿不在乎的模樣 只是他老兄發酒瘋 其他人可就慘了 你家裡的東西好像蠻熟 有現在沒有 沒有啦 就這樣而已 民宅幾個都沒有了 被撞的休旅車駕駛 也欲哭無淚 他從這裡來 給我撞 你車在那邊撞 你跟那邊撞車 那我車撞的時候 就已經有一個都這樣 荒唐罪漢 昨天推說酒醉 幹過什麼事 都忘得一乾二淨 但警方仍將他依竊盜 和毀損罪送辦 董新聞高雄報導 東新聞高雄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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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